我剛才說跟自己買企業說買240萬 夢想家2枚收2億3千萬 賴生川 新墓朱厚 在北京去給台灣的記者搭到 早在獄 後來沒辦法說話 說什麼呢 說 孫後我要回來說明 來 我們來看微笑 賴生川指導的寶島一村舞台劇 正在中國各地巡演 趁巡演的空檔30號下午 賴生川出席在北京的一場經濟論壇 一見到三立記者剛開始又是一陣快閃 賴生川導演以沒有時間為由 搭上電伏梯直奔來應休息室 經過了溝通協調 好不容易賴生川同意出面 我想簡單地說 我這段時間被殊辱跟污衊到這樣的程度 那麼我的回應呢 我其實第一時間都有回應 但是我發現後面 我覺得兩三句話是講不清楚我需要講的話 也不是一個標題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選擇沉默 也選擇在選後呢 我會立刻做一個非常非常詳細的說明 然後也歡迎所有英文界 我們進入一個認真的討論 因為在現在的氣氛之下 我覺得是不可能有一個理性的談話 這也是賴生川發表公開信後 首次回應夢想家連日來引發的批評 賴生川自認受了羞辱和污衊 但話說了一半又選擇沉默 我說什麼都會被扭曲 所以我選擇不說 我原來可以不回來啊 不行 賴生川他怕你講這些話就是在拼面 現在這個案件是檢察官在調查 檢察官一直在發言 你當時才要啟動偵查 你已經民進黨跟你告發 你如果傳給民進黨 到現在你對輸出文件會 安裝發包你還沒去啟動去搜索去野壇 你對董事務加賴生川 你還沒發傳訊票 我不像是賴生川 你會一趟米家說 選後你怎麼回來了 我沒有把台灣這個司法當作什麼 當作什麼 空的白痴的 你把這些特徵組織都當作農的感染官 還是因為中國國民都說 馬英雞給你做課勢 我不用回來 如果馬英雞選輸他才不用回來 所以我們說檢察官 他已經拖很久了 這個不用回來 那個什麼 商法官要查行政卸代 現在 不過我們剛才看他講的 話就知道 不是三言兩語 所以聖志仁主委 那時候為什麼三言兩語 就解釋賴生川 我不相信你怎麼可以三言 有沒有扭曲檢察官 真信最清楚了 所以我們歡迎賴生川 你要趕快回來 把這句子說清楚 不然可能藝文界還繼續會影響你 是 弘以聖主委講過 賴生川導演費 一年多 才120萬 對啊 才100多萬 那我的意思是說 100多萬講不清楚嗎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跟這個整個經費 只有導演費有關係 弘以很好講清楚 我相信以他的身價 藝文界商界也會覺得說 他還拿100多萬的合理 合理 那你就出來講就好 弘以 就是不只那個錢 對 他牽扯到非常多的錢 他能講清楚嗎 如果他真的能講清楚 記者在那邊等他 弘以 他是在北京 他不是在台北 他在那邊開記者會 怎麼講清楚 那時候陳尤豪 不是指控陳水扁 在美國開記者會 你要怎麼開都可以 你開兩天開三天都可以 不講 選舉決定 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公務的支出 這是一個有 這個什麼 預算 然後這是一個大家都看過的事情 現在跟選舉有關係 好像選舉決定勝負以後 他才決定要不要講 如果馬英九選上 你要怎麼講 蔡英文選上 你要怎麼講 弘以是說法不同嗎 我覺得蔡英文你很笨 你就說那個 那個田市還是水市 選後我再講 對啊 現在講不清楚 現在講不清楚 他說現在都選舉操作 我選後再道歉可以吧 我的意思是說 賴勝川的態度 已經一個部長為他下台了 他覺得這個事情跟他沒有關係 他一點責任都沒有 他在台灣還是有聲望的人 他覺得這個事情都不用顧嗎 你要誣蔑他 他都不需要回來回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 剛剛看賴勝川那個談話 我懷疑他跟檢察官 是不是有達成某種默契 選舉前不會跟你調 所以沒關係 選舉後再回來就好 因為照理說 賴勝川現在要回來不回來 剛才國中大哥說過 這件事進入司法偵查的階段 檢察官如果今天不關用證人身份 被告身份 關係人身份傳賴勝川 依照中華民國法律 他都有義務要說明 你如果傳一次兩次不夠 檢察官可以拘提你耶 證人都可以拘提了耶 結果你說我不會回來 是不是這邊超好啊 放心啦 這個怎麼辦 民進黨檢察官那裡 不要接他啦 我不會扳啦 所以你沒關係 選舉後再回來 我真的是懷疑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希望 北檢給個交代吧 這個案子現在到底辦到什麼程度了 你都不上當嘛 第二 外界對夢想家的批評 大概分兩個層次 一個是 藝文界的人認為說 這個沒有這個價錢 兩位這樣太離譜 他們有他們專業的看法 這個我不予置評 這是他們專業的範疇 第二 我們這次就說 為什麼這麼多限制性招標 而且很巧的 限制性招標得標的廠商 不是賴森川的廠商 就是跟賴森川 曾經有過合作關係 或是經常配合的廠商 這是你要回來睡眠的 但是賴森川 如果剛才看他這個講話 那個心態之傲慢 跟他說 我做的都是對的 你們現在對我所有的批評 都是扭曲 都是污蔑 我很危險 但是我忍辱負重 你們現在都不理性 但是我忍辱負重 我等1月14選後再回來跟你講 我覺得這種心態非常可怕 你今天就說 真的很委屈 你回來開記者會 你們對我的質疑 1234567 我都跟你說得清清楚楚 現場給記者問 該歲清楚 大家社會對你就沒質疑了 你還是一樣 你大師級的地位 結果現在用一種傲慢的心態 說我做的都是對的 別忘了 你的好朋友 聖志仁 露台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兩天 我覺得聖志仁很安慰 秀萬常說 夢想家很好啊 那是因為你們國家認同有意見 所以才會批評啊 曾治郎說夢想家沒有問題啊 聖主委 你現在在家看電視會不會想哭啊 那你幹嘛下台咧 都沒有問題 結果一個文建會主委下台 然後你下台之後 接任了主委說很好 沒有問題 難道你是被鬥垮的嗎 是 我是覺得這樣 任何一個藝術家或創作者 應該都要為你的作品 來維護 來... 我們說 你應該說我的問題最好 跟大家解釋說 對不對 維護你的名譽 你應該回來跟大家說 夢想家多好又多好 為什麼錢會花那麼多 這個有什麼好怕 有什麼好委屈 你回來是面對對你質疑的 藝文界人士說 為什麼 這個劇要花這麼多錢 法律的問題 法律我覺得 你不講沒關係 你去對檢察官講 但是你對你的作品 你既然覺得這麼好 你不應該來伸張你自己的 你過去的名譽 沒有 我想沒有 有什麼還會比這個更重要 對不對 人家來批評說 你的作品很熱很熱 你做一個所謂的藝術者 你不覺得說 這個事關我一生的名譽 我過去 我得到的所有的戰場 你都不出來講 你是在怕什麼 這個我真的是不覺得說 有什麼好扭曲的 而且我講一下 老實說 這個所謂的文藝界或學界什麼的 這種辯論辯證很多 我覺得你就大大歡歡回來 跟這些藝文界的朋友 大家來講一下 讓社會來看看 哪一邊比較對 哪一邊比較可以接受 我覺得你應該要看看核智輝 怎麼說 我核智輝技術多好啊 可以跳窗逃走 這是 我們一起 11月28號禮拜一的報紙 批判夢想家 蕭萬長說 批評都來自少數人 對國家認同有意見 藝文界不滿被扣政治大帽子 所以批評夢想家的人 是因為不認同這個國家嘛 應該是這樣嘛 那這個部分 政治人何必下台呢 這些藝文界裡面 不是說全部是藍也不是全部是綠 藝文界很多沒有色彩 他們就是藝術創作 結果今天竟然用這個案子說 你只要質疑這個都是什麼 都是扣上你的這個政治色彩 這個對藝文界來講是很大的侮辱 其實我今天看到戴生川代導演 你心態有你反省嗎 沒有反省啦 他還在怪你 我今天就要講 包括不要說蕭萬長 戴生川代導演 你覺得他今天被記者賭到 他那個心態是怎麼樣 他覺得都是你們的錯耶 他覺得他沒有錯耶 我們今天 花了2.3億用這種天價 然後大家去質疑說 納稅人的錢怎麼花 他的意思說 你們憑什麼質疑我 他的態度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這個叫得了便宜又賣乖 我只要求兩點 第一個 賴導演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既然覺得你被羞辱被污衊 我敢保證 他不管在北京 或者在台北開記者會 我相信所有電視台到期 而且幾乎全程轉播 報紙也絕對完整呈見他的說法 怎麼可能會扭曲 怎麼可能人家會不理你 第二點 文件會 夢想家早就已經告一段落很久時間 文件會到現在連戲目都沒辦法公布 帳戶的 他的那個帳目的戲目到現在沒辦法公布 我跟大家講 這要不是有鬼 不然就作帳 我質疑他 不然為什麼到現在沒辦法公布 這個2.3億的採購案 特別其中 這個創意設計費 我特別請教這個賴神傳賴導演 創意設計費 你有沒有拿 有拿了多少錢 或者是你的公司 你的其他的子公司去包這個工程 我現在我學會了 以後我碰到這種問題 你以後我清白啊什麼 等你們冷靜以後我再說 對 這張也很好 你們現在都不理性啊 我講什麼 你們都扭曲啊 我看這張也很痛耶 我也把米來百驚不行 你百驚賣 所以蔡英文應該講說 等你們冷靜之後 我再來說明田式跟水式的問題 這樣就好了 再看喔 新任主委會做什麼 曾治郎 曾治郎 夢想加爭議啊 他說期望各界不要刻薄耶 現在所變的我們刻薄耶 怎麼會變這樣 所以我說重點 你看剛才賴松山公圍那個口氣 他的態度 非常的驕傲 他在教訓我們 他為什麼那麼敢 他沒說已經寫我去囂張 這真的是非常囂張耶 因為副總統也支持他 他也知道 原來這個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沒有變 副總統說批評夢想家 國家認同有問題 新任的文建委主委 替聖志人抱不平 說你這太刻薄 所以他怕什麼 但是他根本就不用怕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知道 其實何止夢想家呢 金建會金建特長花了一億四嘛 對不對 發言長演唱會也開一億 一個紀念碑六千七百萬 三十幾億的百年什麼活動 根本都是在雙棋外東 錢都在賣賣賣的 我們還會再跟我們今天講的 國民黨為了這個水器的收購 剛剛洪宇跟我們說 三塊錢240萬 對 如果再加一點 因為他240萬一斤買3塊 240萬是一個3塊 我知道 我跟你講 你都給再多一倍半好不好 每個人都給他收購七塊錢 我看也不會超過六百萬 農民就剛好 有本錢 我剛好有本錢嘛 對不對 你現在給他收購 農民還是虧錢 帶到處要知道 問題沒解決 農民也是血本烏龜 你再多個幾百萬 他拿不出來 一個什麼慶典 什麼一個活動 隨便他越來越去 看來不會生氣嗎 是 我對曾治朗的要求跟賴森川不一樣 他說對賴森川的要求 你應該捍衛你的作品 因為你是創作者 這是你的整個名譽 我對曾治朗的要求 他要怎麼樣去維護聖智人 也認為說夢想家很好 這我不在意 我對曾治朗要求說 把帳目拿出來看 你現在當到文件會主委了 現在你把夢想家所有的帳目 拿出來給社會大家 你柯博 好 柯博 你要求什麼 我更柯博一點的講 我也記得曾治朗講那個是用英文 他用命 命 命有另外一個意思 叫做 不只是 卑鄙 我不曉得他是指人家卑鄙 還是講柯博 我覺得 用這種字來 一般來說講命 這就是說 你這人很羞臨 很鼻屁 我覺得當到一個文件會主委 講這個話 對藝文界的人來質疑講這個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他還去歐落些人 那些都沒有 奇怪 他怎麼要用英文 怎麼沒有用中文 中文說出來大家知道 你看他在韓國台電道 中國的養殖金屬 不要除了 中國人 中文 中國人